你好 大家好 我是Zou 不知道大家偶然会不会有这种困惑 就是你摔到一个穿搭博主 比如我 穿了某一件衣服很好看 然后你就一个心情下单 但是收到之后就发现 怎么跟他穿得不太一样 感觉差点意思 那今天呢 我就教大家怎么样通过三步 变身一个穿搭博主 我总结了有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搭配同样一件衣服 搭裙子跟你搭裤子穿出来的效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看很多博主都有出一一多穿嘛 同一天外套换了不同的内搭和下装 它那个整体的风格就变了 第二点就是配饰 这个我真的说过非常多次了 你要是直接穿一个外套加裤子 也不带任何帽子啊 不带任何包包 配饰 那咱们那个效果肯定就是要比那种精致打扮过的穿搭博主 虽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第三点就是发型 发型真的很能够影响一个人的整体气质 接下来我就演示给大家看 第一件就是这个白色的羊羔毛外套 大家一般搭这种外套的时候 普遍的搭法都是下面穿一条裤子 要么牛仔裤 要么就是黑色的小小裤 当然这样的搭配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说可能少那么一丢丢的时髦感 那我们改造的第一步呢就是换搭配 因为它这个是连帽的又有牛角扣 我觉得很青春很有学院风的感觉 所以下面我就准备搭一个这种白折裙 这个马甲我也是选的比较偏学院风一点 本体就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就是换配饰 这一套我想搭一个那种比较乖巧的学院风 所以我选了一个这种包包 搭一个贝蕾帽 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 最后选的是这个 因为这个颜色它和我裙子颜色也是比较搭的 直接这样戴还是蛮奇怪的 所以第三步就是换一个发型 换一个这个发型戴贝蕾帽就会更适合一些 还可以搭上这个 换一个这种小小的就好了 同样一件衣服现在这样子穿 肯定比刚刚那样好看一些 我觉得这种配饰和发型是这一套的典型 就是比这样子就很有那种 日剧校园女主的俏皮感 这一件呢也是一个羊羔绒外套 它是这种短绒的 所以穿上身之后这个位置就不会剪得特别的臃肿 这一套就直接按照麦加秀来搭的下面是一个这种比较宽通的浅色牛仔裤 这套改造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保留下面裤装的这个搭配 因为它本身外套的这个黑白格纹就已经很花很抢眼了 下面最好是搭纯色的 所以这一套我改造的思路就是增加一点小的配饰 然后换一下发型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我先换了一个这种紫色的大衣服 这样子就算敞开穿也是好看的 外子和鞋子也不能故事 我觉得应该会有很多人问这个牛仔裤 但是我其实是这样子把它卷得很大一卷 穿上才是这个效果的 所以我不推荐大家买这条裤子 因为真的非常的大而且很长 但我刚好没有这种颜色的牛仔裤 所以只是拿来做一个搭配 这套我一开始搭的时候就想往韩系纠闲的那个方向去靠 所以我就搭了一个去逛球 扎了一个韩式低马尾 不太成功 这套我就穿上这种非常的舒适 如果你不是太 不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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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